社团注册局要求巫统在60天内解释 不开放竞选两大高职的决定 巫统主席阿慕扎西表示 已经成交了所需文件 他有信心会取得正面结果 也是副首相的阿慕扎西 今天到国会媒体室问候媒体送上快餐 在召开记者会 针对巫统党选 他透露反应似乎很热烈 据他了解 昨天开始已经陆续有人报名 而扎西从社交媒体上也观察到 非常多人有兴趣参与竞选 但还没重视报名